我覺得這一局 為什麼會把這個國民黨拖累到 民眾對他的不滿意度 高達七成 因為一個李梅貞 你看國民黨這個回應 賴士堡 賴士堡說 我是藍綠兜罵的 我最痛恨這個抄襲論文的人 然後結果他說 竟然是批蔡政府 是縱容論文抄襲 他的邏輯到底是哪來的 然後陳學勝 也得罪中央大學 中央大學為什麼要馬上出手 你們在急什麼 你背後一定有贏武者 然後接下來你看 陳玉珍 陳玉珍說 你們會罵這個什麼李梅貞的婆婆 婆婆說什麼 發誓說假話胸部就變想 你們會罵他的人 是天龍國的人 不要用臺北的眼光去看鄉下 陳玉珍講這個話的時候 背後吐露出來的 是藍營對高雄 一個什麼樣的思維跟看法 然後你們這一些人 在幫李梅貞的這個論文抄襲 在辯護的時候 你們把高雄人當什麼 這個高雄人難道不生氣嗎 其實我覺得現在 這個不管賴士堡或是陳學勝 他們的這個講法都還是比較傳統的國民黨 就是把責任推給別人 例如說現在這個抄襲論文已經被發現 那賴士堡就是推說 這都是政府縱容的 然後陳學勝就說 啊這個中山大學配合政府 配合這個執政黨來去欺負李梅貞 但他們不敢講說抄襲是對的 所以我必須要講 這個都還是傳統的 但是如果說我們來看另外一種國民黨 這個這個就是一種從我把它稱為 2018年之後一種一種新型態的國民黨 像李德維這一位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他其實在這個李梅貞發生這個事情之後 他是把李梅貞的這個反應稱呼為 是政治人物的高標準 也就是也就是把錯的事情講成 這才是對的 這個是2018年之後一種很很奇特的狀態 有點像剛剛時期講的 他們完全活在一種平行時空 傳統的國民黨至少跟你辯論 對錯的時候 他會想辦法扯說 他會這樣都是因為別人害的 但是新2018年之後 這種極端的國民黨是說 這些錯的才是對的 這個才是最對的 他是政治人物的標杆 他不只沒有錯 他還是所有政治人物裡面 最高等級的政治人物 就叫李梅貞 太扯了 所以這個這個其實 大家真的點幾個韓粉的社團進去看 不要覺得扯 這對我們來講都覺得很扯 對部分國民黨的人跟不上了 像現在賴市法 不會變成新的國民黨的戰神 陳學生也不會變成戰神 所以他們不會變戰神 那誰會變戰神 陳玉貞嘛 因為陳玉貞就是把所有社會上面 覺得光怪陸禮的事情 他在立法院裡面做的所有的怪事 他都覺得這才是對的 而且有一些媒體會去附和他說 哇這就是國民黨的女戰神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種 2018年以後一種新的狀態 韓國瑜帶出來的 那他帶出來以後 韓粉就一直吹捧這一種狀況 所以才會發生說 例如說像這個李梅貞的婆婆 他講說如果說錯話的話 胸部就變小 當然每一個人對自己的身材 他用什麼樣的方式標準 這是你家的事 但是你今天作為一個公眾人物 你把身材跟跟你期待不一樣的人 他變成是一種懲罰 這本來就是一個公眾人物上面 尤其你是民意代表 你在你的選區裡面 高矮胖瘦的人都有 你現在是講說那某一種胸部小的是被懲罰嗎 這當然是一個你做民意代表的婆婆 怎麼會講這樣子的話呢 對不對 你個人就是個人 你公共人物公眾人物 你就要去體恤到每一個人 但是沒有 他現在像陳玉珍就要把這個話講成說 我們就是這樣講話 我們這樣講話才是對的 我們這些鄉下人 雖然很多人已經講說高雄不是鄉下 高雄人都出不來講說你講那什麼話 高雄也叫鄉下的話那這樣子高雄是直轄市 而且是台灣第二個直轄市 而且現在也正在發展成為一個 綜合型的一個都會 你說鄉下就是這樣才是對的 這才是我們本來 在傳統跟國民黨論辯的過程裡面 是在這個他即便會去找別的理由 去推給別人 但是至少我們舊事情本質在講事情 但是2018年之後 國民黨迷信這一種 就是我這樣子硬弄下去 把錯的都講成對的以後 說不定一賭就成功 像韓國瑜這樣 所以我這一次就去賭 看看這個李梅貞有沒有辦法 因為韓國瑜雖然後來被罷免 但是現在大家看看 現在新的共主是陳玉貞 所以這一套不會失敗的 雖然像我們像我跟俊憲 這種認真型的這個政治魔人 在立法院裡面還一直在看說 國民黨像我今天發了一篇說 國民黨到底是有沒有要廢監委 到底有沒有要廢烤監 搞了半天你們那個時候 在戰役場上面都寫廢烤監 那個牌子舉這樣 結果這兩天說你們擋板 沒有要廢烤監 那你不是假模 說回去了 我後來這個文發出去了以後 我想一想 不對國民黨他們裡面 要廢烤監還是不廢烤監 他們應該都沒差 他們要再想的是怎麼變陳玉貞 不能只有一個陳玉貞 他也要變陳玉貞 陳玉貞講廢烤監也對 講不廢烤監也對 反正他只要做出 可以讓別人瞠目結舌 但是那一個2018年被他們養出來 喜歡極端口味的那一群人 會開心就好了 那我們這一些人覺得那一群人 太極端而且越來越少 應該越來越多人 尤其從罷免之後 應該越來越多人醒來說 不對 例如說這個南北的差距 例如說你要講說 南北差距的時候 一定可以拿出很多 這個客觀的這些資料來討論 怎麼讓南部過得更好 可是沒有 他們把南北差距講成 我們南部人 高雄人 鄉下人就是要講 這個說謊的話胸部會變小 他這個就叫南北差距 那而且要把這個講成對的的時候 我們這種認真的人講說 我們來討論一下 怎麼樣讓城鄉差距 南北的差距可以接近 我們反而變很怪 在他們這一群人裡面 變成沒辦法講話 那他們就是這一種 澎溫層裡面 把毒藥當解藥 不對 他們現在看到我這樣講 還是覺得這是解藥 但是我真的覺得是毒藥 然後把極端當成正常 把錯的講成對的 然後我們完全沒辦法 跟他們找到一個頻率 就是剛剛時期講的 我們沒辦法跟他就事論事 沒辦法跟他講事情 我們講南北差距的時候 他說說謊就胸部就變小 就是南邊 就是南方 然後我們要跟他講 任何正常的事情 說找不進去的管道 我覺得他們這一種 越陷越深的狀態 我當然會希望 最後選舉的結果是非常糟糕的 因為這對台灣的政治來講 是一個負面的方向 如果這一種 這一種錯的要講成對的才是對 抄襲是政治人物的最高標竿 這個說謊就胸部會變小 這就是南部人的價值 反正只要被人家發現錯的 就要講成這才是最對的的時候 這一種方向 如果變成這樣 然後包括陳玉珍這種 反正要不要費考堅都不重要 但是如果我可以做一些 光怪入禮的事情 贏得聲量 就是藍營的女戰神 這種方向如果一直下去的話 其實就是重演2018的那一個鬧劇 所以我真的是希望這種事情 我們的這個時空 才會成為台灣的未來 我希望